讀红柳梦学广东话 宝差因说要照顾母亲 谁搬出大观园 徐母仍旧住在贾府客院 近来索性也不尽原来探望姐妹 连涉嫌妈都不像先时亲业 宝玉把此事去问代玉 代玉成此机会说道 宝姐姐和你好 你怎么样 宝姐姐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宝姐姐前而和你好 如今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今而和你好 后来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你和他好 他偏不和你好 你怎么样 你不和他好 他偏和你好 你怎么样 宝玉外了半响 忽然大笑道 任凭药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 宝玉得 宝玉道 有如三宝 待玉听了便低头不语 我说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